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题目其实跟上一次蛮像的哦 那个是同性之间 什么性都可以 真的是有意啊 没有胡思乱想 就是当你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帮你 对 那有没有人要开始先 好 我就说我自己先 我不要说我有没有帮忙人 所以人家有没有帮忙我 我还是说我怎么帮忙人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好多年前 有一个朋友 他真的真的很需要钱 没有办法真的 那如果你借钱的话 你会借你全部的钱给你朋友吗 不会 不会嘛 不可能嘛 可是我会 我真的去借他 给我也不是傻傻的去借嘛 他就跟我讲 哦 我又还你利息了 当时那OK吗 因为好过 因为当店的利息 一个月他得还千多块 那他讲OK啦 不用紧啦 我就算你 也可能bank的就算了啦 都没有比当店糟嘛 对吧 你跟他很熟吗 我跟他认识一年 一年而已啊 各位 如果你还没认识Jason的话 一年后他就可以借你 他整个身家了 OK 找Jason 所以我还没有讲过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我这样借嘛 那笨嘛 那会不会要还我怎么办呢 对吗 抵押 对 他抵押这些东西 他抵押就 他抵押 没有 他抵押 一堆现钱 一堆现钱 还有一堆金条 可是他抵押 他跟你借钱干嘛 对 因为有一些现钱 是限量 有看号码 他不要这样买 了解吗 所以有可能 77777788888811 他去收住一堆现钱 有比较 有价值的超标 对 所以有一堆现钱 再加上这个金条的价钱 他不要卖 因为那个时候价钱不好嘛 OK 不用紧 我去借他 当做是 我有那个 可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很笨 因为抵押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在保险项 谁的保险项 他的保险项 OK 他的保险项 那OK啦 我也有说实嘛 可是我没有一直去看嘛 我那那个 那么一直去看 对吗 OK 那就没有 就就没有 发现有一天不见了 就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 早不见不用紧 我跟你讲 所以after that 我就讲 不用紧 你当做那个现钱 你不要收 你就还我先 所以还我 after that 就还有三分 three quarter 四分之三 对 还有一大部分还没有还 就这个金条 然后 我就看到很辛苦 然后又每次没有还我钱 就讲 每个月就没有什么钱 after that 我才realize到一件事情 他actually不是没有钱 他拿那个金条去当了 拿来做一些投资 亏了钱 这样我就直接骂了 你这种东西 你又不要跟我讲 不用紧 你有要当了 你又不要来还我 你到底当我是什么 阿亥 就是说他抵押 跟你抵押之后 借了钱 然后又拿那个抵押的那些金条 去当 去卖掉 然后又没有还你钱 对 所以他到现在也欠你钱 我跟你讲 吓死你 这样算是友谊吗 所以我觉得 我把他当brother 他把我当rubber 其实朋友之间 友谊 真正的友谊是 没有那种甜言蜜语 通常是 通常是他讲的东西 你都很真实的跟你讲 我们讲忠言逆耳 对 所以我也是有像 像杰森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讲一听一讲 你也是借钱给人家 没有 我不是借钱 我是开公司 我开公司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朋友 二十多年的朋友 这么多 真的 我的才一年 你二十多年比较假辣的 被塞一巴 二十多年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笑 我不知道 我跟Desmond也是二十多年的朋友 可是不是我啊 不是的 因为之前我就是跟他一起开了一间公司 然后就是 共换难 共换难 就是公司在赚钱吗 公司赚钱啦 算是 然后那时候就是赚得还好 还不错 然后过后是因为Covid 然后公司就 我们听了一阵子啦 也算是一个 不要讲逃避啦 因为公司现在还在 那时啦 公司还在 我们就 做同样的一个 东西啦 就是我们两个都回去打工 然后 我要讲白一点 比较容易讲 OK so 这间公司 我过后就 我过后就开了多一间公司 我就跟他讲 一样的东西 我们做一样的 人家都懂我是做装修 so我就开了一间装修公司 另外自己再开 另外自己再开 你为什么要另外再开 不要再 因为那间公司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 先放着先 因为如果继续的话 有一些账 因为我们一年没有 就是没有收入嘛 然后很多账都有一点乱啦 所以我就打算开另外一间公司 然后报税局 要不要来找我啊 因为没有赚钱 OK 所以我们就开另外一间公司 来赚钱啦 赚了钱之后 我过后就想 我就把它算一笔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 我不要 我再也不要再做装修这一块了 他这样跟你说 他这样跟我说 对 他讲我再也不要再做装修这一块了 我要去做那个工程师 哇OK啊 OK啊 为他感到开心吗 对 我是觉得开心 但是我跟他讲 这间公司我开心的 我什么东西都会有你一份的 你已经跟他商量过了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很多次 before他去做他的工程师吗 before他 他正在在 他正在做的时候 努力在当中啦 因为工程师需要一些 时间 时间跟经验啊 经验跟license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等我一下 然后我的那间新的公司 在我开了之后 名字啊 就是不是说股东的名字啊 我的招牌的名字啊 就是跟我之前的公司都是一样的 而且后面那个字是那时候他想出来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个名字 这个公司的名字 我留一个部分给你 对啊 就是我的公司的名字 都有一部分是你的 对啊 但是在职上是没有啦 我就跟他讲 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知道 现在covid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钱嘛 我就跟他讲 你等我一下 等我这个公司开始赚钱了 然后你就会 我留一份给你啦 这样他听到了之后 他有什么反应 他讲哦 看咯 可是我不想再做装修 你不觉得这种反应 你听到了时候 你为他着想 反正你听到的这个回应 你不觉得他很像 实际层层 觉得对你没有信心这种 会吗 会 我觉得他是这样啦 所以我就更努力啦 就尽量去找方法 去重新再拼这个公司做起来 然后改次我就有一笔钱 然后我已经算好了 那时候我一定 我跟Jason谈过 已经算好多少钱了 要给他多少 然后要怎么去做了 然后结果 二十多年的朋友 我在别人的耳朵 听到 别人的口中 别人的口中 就是听到 他竟然跟我 另外一个人 开了一间公司 也是一模一样 在装修 其实这个听到的话 我相信会比 很像来 他自己跟你讲 对 你不觉得 我相信你 因为那时候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看得出他心中 真的有点 气馁 我不是生气 我只是很伤心 很失望 因为二十多年的朋友 有什么东西 不可以讲的 对嘛 他是跟我讲 那边有给薪水 有这个钱比较多 还是什么 然后当时候 同样的那间公司的 另外一个老板 创办人 我就问他 那边 你不要一起合作吗 跟他 他讲 不要 那边不好 就是他 现在在 这个公司的 另外一个创办人 他讲 那边不好 他去讲 他那个创办人 那边的东西不好 然后到最后 他去做 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市场 是一样的 我们认识的朋友 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他 比你早做先 他应该是 抢劲了你的市场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为了 这样我可以说 白一点 就是他为了 要抢劲你的市场 先 先做了这个 然后不要跟你讲 我觉得他的想法 没有这么坏 因为如果 我 我就是 还是留一份 感情 在这边 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 我有没有这个 友情 也是 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他 如果他真的是 这样想法 可是 我气的是 你开了一间公司 然后跟我做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不要跟我 讲一声 我们可以合作 其实为什么 被一起合作 这个就是 我也在想东西 我如果没有 合作的机会的话 你至少要讲一声 对 如果有办法 我可以帮你 我也是可以帮你 为什么你不要讲 对吗 所以 什么是纯友谊 就是 我觉得 没有说 很纯的 真正的友谊 是看在 适当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 跟对方 你的朋友去 讲适当的东西 就好像今天 交代 对 有一些不好的 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行为 忠言你了 我会跟他 我会跟他们说 但是 有些东西 你就是 留在心里 就是不要去 跟他讲 你觉得 这个会伤害到他 伤害 这个东西 你觉得 会伤害到他的 然后你还是 不要去劝他 还是不要去跟他讲 我觉得这种 根本都不是 是害人家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友谊方面 要看对的时候 这个人站出来 帮你 其实 你会 much appreciate 这样 我 因为我认识你 我相信他 不是有跟你 道歉过吗 那你接受 他的道歉吗 直到现在 我觉得很难 二十多年的朋友 很难 你还是不可以接受 因为他 因为我有看过 他怎么道歉法 那 你觉得 你还是放不下 这个东西 因为你道歉很多种 有一些是有诚意的 有一些是没有诚意的 你不要哭 没有 我没有哭 他没有哭 可是我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 真的 对 我当时 你也是在场 就是我当时 Jason 为什么Jason 会在场 没有 我print screen 那个message给他看 为什么Jason 会在 因为他text 他们用发简讯 他不是三个人 对面 我那个真的是 我很怀疑 Jason的 那个relationship 最反而很奇怪 是有一天 我们去这个 看看 不想有一个 新的创办人 他到了创办人的公司 对我到了那边 然后我就看到 他就跟我讲 这个就是那个啦 那个人啦 很奇怪 这样来 就很像 到时候是陌生人这样 因为如果我看到 我朋友来 然后我在做工 我就跟他聊天 还是拿个水 跟他聊天 可能他印象来 都是这样的 是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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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情 我反而 没有 我反而觉得 他应该有可能 感觉到 有点尴尬 还是感觉到 不懂他 对啊 一定是尴尬 没有看到他 有有有 我看到他 我还会觉得 他是一个陌生人这样 因为我就跟他 他讲 是他 是他吗 那我想知道 如果Jason 你会有什么感受 他会杀他全家 放过 他放过那只狗 我起初是会杀他全家 起初 杀了之后还生什么 所以起初 所以我的想法 想法 可是我坦白跟你讲 我们要做出什么 什么 decision的时候 对吗 我们都不可以 生气 还是有一些 情趣的波动 来做 可是如果我冷静下来 其实我就跟我自己讲 就算了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因为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 真的去管他的话 其实我们在浪费 我们自己的时间 因为他都不要管你 终于你要去管他 对咯 所以你也会跟Yung一样 我会 所以现在我其实 因为OK 其实他找了多一个人来开 这间公司 是我 然后 Anyway 我去跟Jason开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 还没有开 我已经问过他了 然后他就讲 我不要再做装修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哎呀 用紧了 友谊是 友谊可以当换车嘛 不能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 这些东西弄到我们 有时候有点沉重 可是有可能 如果有一个管道来share 还是如果你对了朋友 在你低潮的时候 拉你上来 还是有可能 真的有时候 你真的需要一个人来诉苦 谈心事的话 真的不妨 你可以留恋 我可以跟你谈 可是 辅导 我不是辅导 可是有时候 有些人 有可能 不可以跟朋友讲 不可以跟爸妈妈讲 干年跟陌生人讲 因为他不懂你背景 对啊 你可以找我们 我们可以私底下 这样我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 牧师 我不是 什么是牧师 在教堂 想问你们 讲到这个年龄 有没有曾经换朋友圈 就是觉得 这个朋友圈 毕竟是不属于你年龄层 或者是你的 现在的生活想要的 你说到这个东西 你好像你有换过的感觉 对吗 没有 我有很多朋友 换过他们的朋友圈 不只是我自己 所以你有吗 现在 我不算 我还是有很多 很好的朋友 如果你是说 有没有新的朋友有 有没有 踢了朋友出去 然后真的是 没有再联络 然后 maintain回旧的朋友 也是有 一定有 可是你不觉得 maintain了旧的朋友 很多都就变成 有点生疏 这样 就是很像来 我maintain 那你总有一些ok 总有一些不ok吧 对对 因为我相信 有些真的是 真的可以做朋友的 十年没见 五年没见 见到 很像昨天 还在见面 有 真的是 真的 真的会 真的会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真的这些朋友都很好 真的很好 我跟Desmond之间 Desmond也是不见了好几年 对 然后我的朋友圈也是一直有债患 然后我们 一直有的吗 对 然后到时候找回他 然后 我也是不见了一阵子 对 因为我那时候欠债 然后我就一直是 做光努力 努力还钱 其实我跟你不见多久 我Jason也是不见了 其实不会很久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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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不见八年 很像昨天刚刚见面这样 对 我们见的面好像昨天 我见男生比较容易 对 女生也一样 真的 真的 因为我很尴尬 因为女生 很尴尬吗 对 因为OK 我跟你讲 所以我有时候 我问过女生 就讲 他们就讲 我认识了 他们每次认识的时候 就讲 Actually转一个头 Actually 哇 那个 就以为他自己这样多天 在后面会讲一个 男女都会这样 拜托 你看太多八年 男女 没有没有 To be honest 我觉得男生也是也会讲的 我们 我不懂 OK 我不懂别人 少数而已 对 我本身是最讨厌 讲人家的不好 我知道 but 人家总有一些不好跟好的 对吗 没有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好不好 他是直接在面前 我是直接 真的 我很直接的 真的 你这个人 我们不会在后面讲 因为女生 通常都不会在前面讲 我相信 男生就是不喜欢 就不要管你了 我们就直接在面前讲 女性可能会比较 reserve 就是他们会比较收拾 对 可是如果你是说 我圈子里面 也有很多很直帅的女生 对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旁边就会有怎样的女性朋友 可是看多还看少吗 嗯 对 那Despen呢 对啊 Despen换过很多朋友圈了 可以讲一下 所以你明天看到 如果他I'm friend 你在Facebook 你又发生什么事 我不会到I'm friend 他明天不在Podcast 换一群 明天以后就不会再来 没有啦 就是 以前 他换个Facebook 比较年轻的时候 会 会换朋友圈嘛 像你刚讲 我觉得这很正常 嗯 可是 就到了 一个年纪之后 诶 突然间你的 朋友圈 就越来越小 嗯 然后你就会 开始看 哦 有谁 谁还在 你的身边 嗯 你就会开始珍惜 嗯 嗯 嗯 呀 对 可是 如果你要说真正的友谊 我是觉得 不存在 呃 也不是说不存在 是存在 可是真的很难找 对 因为 呃 你要怎么去衡量 然后 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 其实最近啊 因为那时候生病嘛 然后生病 然后去外国 呃 治疗 然后要需要一笔 一笔钱啊 其实是蛮大的 一笔数目啊 呃 那时候就 诶 惨了怎么办 要去哪里找这个钱 然后我又是那种 我不喜欢 跟朋友借钱的那种 嗯 然后我又不喜欢 呃 我很少会跟朋友诉苦 对 所以我不喜欢展现一个 很负面的一个形象 在朋友面前 对 然后我就没有去问 可是 到最后 诶 没办法 就是逼不得已 我就问了一个朋友 其中我一个朋友啦 然后 一个朋友就借 他真的借我 他二话不说 他讲 好 我直接transfer给你 OK 通常我觉得 借钱呢 如果他借你 他 很少部分of他的钱 这个有可能不算是朋友 可是他如果他借你 一大部分的钱 他就是朋友 就真的如果像我是富豪 我借你一两万 没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现在我只有一两万 我借你一两万 哇 这个真的是朋友 反而我觉得 你富豪还是不是富豪 你一两万 这数目也不小 对啊 对 所以如果你就算你是富豪 你借人家一两万 也是钱 对啊 对啊 可是我很同意 Jason所说的 如果我今天只有一千块 他真的借你哦 我可以借你四到五 六百 哇 他这个人哦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交耶 他不是钱的问题 我跟你讲 哇 对 对 可是以我认识 我这位朋友的性格 他是很节省 很 其实是蛮到有吝啬的感觉啦 嗯 然后他愿意借我 就是恶话不说 他愿意借我 嗯 我真的那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要落泪 你没有打个拥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问他 他们 他们 他没有问 对 因为我很少会 会 我不喜欢跟朋友 其实 其实这个是浪漫的 OK 没有 因为等到我们发现的之后 他已经借到钱 对对 他已经借到钱了 我还为你来讲 等到我们发现之后 是考虑他尸体这种 他活着 他活着 我们今天捡鬼故事 可以 可以 活着 所以那时候 真的很感动 然后我就知道 其实 这个人 也不错啦 就是说 他对我真的很好 有没有谈什么条件啦 没有 这种东西 他直接这样 没有条件 就是你打给他 可以跟我借这个钱吗 他有没有问你为什么 没有 因为他知道 我是一个很 很不喜欢跟人家借钱的人 哇 他也知道 我的人格是怎样啦 然后 我们也是认识很久了嘛 所以 我一跟他借钱 他说OK 我直接transfer给你 为什么你会选他 因为 这么多朋友 也没有为什么 random 就是啊 就突然间想到 可以try一下啦 所以你要shout out 这个朋友 I love you 你明明都没有讲 怎么shout 你自己懂 不要啦 这样明知道 我怕人家 你就要跟他借钱 就这样 beaucoup 不要害人 我要知道 是因为我跟他借钱 不要害人 所以真的感激啦 很感激 就是 混乱见真情 它让我看到 我跟你说 在疫情那边 你可能会看到 除了 大病 小病 对 就是當你 最困难的时候 你会知道 哪一个朋友 对 记在心里 好不好 Claudia没有分享一下 因为时间差不多到了 厉害 厉害 你可以跟我一起联络一下 我有好多故事 我们这一集我觉得会比较 有点沉重 可是都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story 真的每个人都有故事 所以背叛者死 确实 可是我们不是要展现一个负面的 不是 绝对不是 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度可以划 君子度量这么大可以划船 越战越勇 是的 越战越勇 所以如果大家在身边真的有很好的朋友 真的要珍惜 珍惜很重要 记得按赞 我就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接下去 默契不够是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爱情小铃铛 叮叮叮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